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丽江起床了 不得不说云南的天气真的我太喜欢了 丽江今天最高温度16度 这太阳晒的真的是舒服 但是没有办法 我要回到那座山城 那座雾都 今天我们开始返程 再带下去真的不想走了 丽江的御龙雪山 我的小毛头 丽江的马踏飞 前面就是丽江的古城 大岩古城 因为我们来丽江的话 偶尔来这边转一站 基本上是来这边 因为这边的话太商业化 我还是更喜欢 树河古镇那边 那边比较舒服一点 也没那么商业化 不想要浪防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遼阔天空 就像转型在无边的光景 永久承装一切的力量 老板,我要来吃鸡豆粉了,这是我的中午饭,鸡豆粉,炸羊芋,米线,要离开丽江了,必须要把想吃的再吃一点,这次没有要双拼,全部要的是鸡豆粉,这个是炸羊芋,这个是米线, 本来原因的话,我的路线是从丽江直接上高速往壁街方向走,走那个道真,道真然后回去,后来想了一下,算了,还是换一条路线,走国道,所以选择走西昌,那天其实过去走了这条路的,今天我们是走了回头路,但是那天走的时候是傍晚了, 景色没这么好,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现在是一点钟,然后就风景又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临时改编线路,走西昌,然后从西昌那边回去,大梁山那边回去 嗯,鸡豆块好吃 猜猜这三份花多少钱 老板 老板 这三份多少钱一共 这三份一共26块 还是非常的经济实惠 对不对 你看这小米椒 这个地方就叫树底 那是我家牌子那棵树 我得干嘛呀 过了宁囊县 现在去岩园的路上 倒了一条这样的路 又是在山里翻来翻去 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 刚刚路边遇到一群遗族美女 穿得很隆重 然后停下来休息 他们说他们说上面堵车了 他们在这晒太阳 我们知道这一条暂逻 也不能在这一条暂逻 那他今天就会遇到 也不能在这一条暂逻 但这个暂逻 不是说 poet 那只把那个导致 也不太慰问 我得出来了 处啊 我是不是说 我得丰逾 这个河真漂亮 我想在这水里骑一下 但是感觉有点滑 我看这个河比较爽 我们测试一下这个车的涉水整理 这个车的涉水整理 刚才这个水够深吧 还是可以啊 先得进水了 大冬天的下水 完了 先脱 先脱不下来了 吸住了 我的天呐 昨天还说 拍那个视频还说有机会找个水沟来测试一下 刚好这个河边 这个河还是浆啊 我觉得 看着还不错 石头有点滑 刚才倒车了 倒车了 不起来继续走 没事 所以说 所以说它这个高位排气 进气口 高还是有高的好处 我给你们测试了 信不信有你们了 不信的话你们自己去测 这环境舒服 刚才在那里 刚才在那里就是这个地方 哎呀 这个水太急了 不然我的话可以骑过去 太急了 中间水流有点急不安全 下次夏天来的时候可以玩 走了走了 再见